让你们别去买iPhone 16 Pro 刚手发没多久就破发了 今天我带你去华强美看一下苹果16 Pro 现在到底是什么行情 值不值得入手 出发 老板 你这边没16 Pro 250就白色了 白色很缺啊 我这边要跟你们讲一下 如果你们选16 Pro 尽量不要去选择什么白色这种颜色 因为这白色的比例特别差 而且它价格是特别的贵 都哪会比其他型 说的话可能差价300块钱 少的话至少有1503个差价 全新了吧 全新未激活 这一次算掉下 刚开始出来是6500块钱 这台今天打算怎么出啊 有啊 我这个还是之前国庆前的货 已经推了600 你们这也不叫亏吧 你们这是刚来的第一批货 你们想要力度很高 没有 第一批货全都是 查查它到底是不是未激活的 OK参数已经出来了 16 Pro 200主体白色太金属 未激活的状态 未激活的手机那就基本上不用测了 因为都没有人使用过 只需要看它的外观 屏幕边框 可以了 虽然它的手机是单机运输的 但是它的屏幕 绝对是一定要完美的 其实在看到边框 有的机子 它的边框是有瑕疵的 所以一定要看清楚 摄像头突起来的 也是没有任何哥本发生 它的外观跟国玩是一样的 因为它已经取消那个毫米波了 16 Pro的边框是多了一个按键 然后整体的话 外观跟15 Pro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只是这个是6.3寸的屏幕 然后15 Pro是6.1英寸 然后就处理机上面的升级 知道为什么会价格那么高吗 因为是最完美的 现在我对这些外版机子价格贵 还有一个原因 是因为它不像15 Pro是采用超保卡方案 因为超保卡方案 它的改卡方式不是特别的完美 16 Pro外版机子 它里面是有预留卡槽的位置 所以这种改卡方案都叫完美改卡 所以它价格普遍会高一些 行 就到这台 好 今天的16 Pro250 已经把粉丝拿下 下集还想看什么行为 记得